老花一美日一达回答一下臭宝的养好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 咦夜间枯是怎么了 这个是夜馋 估计是买到我们家的 这个就缺水啊 太干了 时常的可以往叶片上面喷一点水 花盆里面你摸一摸 不干就别老焦 干了你记得浇上水啊 有条件的话 可以换一个略大一点的花盆了 你这个花我一看 你要是去年买到我们家 今年确实该换个大一点的盆 加点土了 好吧 懂这个事就行啊臭宝 就是有点缺水 像我说一颗花叶子掉了 长得新也还掉 叶子怎么怎么地 这茶花 你看我跟花盆 一段时间不讲花盆就开始犯 最低级的错误 用花盆 尽量的别用那种很高深的 磁盆的不透气 你很高深了可以 你下面要垫这么高的透水层 你知道吗 这么高的花盆 下面 这下面垫什么的 就桃里那种大块的 或者垫一些泡沫砖头瓦块之类的 要保证一个透气性 明白吗 中间的垫子薄薄的一层土 稍微来点肥料 上面再垫 上面再盖点 就这样 这是一个总体的构造 你不能 全是大泥土的 老闷了 它所以说你这个 没有氧气 它就不生根 所以说你那个 蚕花呱呱呱掉根 呱呱呱掉叶子 烂根 明白了吗 现在怎么办 现在 你要是够狠心的话 你就重新翻翻盆 换换盆 下回别用这种盆 用这种盆 也可以 你用高深一点 下个臭宝 我签炸的罗亥冲 14天算活了吗 活不活 你拿去晒晒晒就知道了 可以薄薄的 用老花衣的那个生根液 就那个惠丸的生根液 可以用一些 因为那里边能补充 它所需的那些个养分 等再长一段时间 你看到这个 有新叶长出来了 就可以分盆了 应该是活了 问题不大 你看人家 用点盒沙就能擦活 臭宝 你看你们 养都养不好 下周本说 帮我看一下 这个马鹰花 怎么回事 这个马鹰花漆水门根水大秋光 我就觉得花有门 我能 我劝你们一句 就讲真心的 老花衣试卖东西的不假 你们常识性的 选择这种透气性比较好的花盆 常识性的 然后呢 你们来点这个老花衣的土 你们种个花试一下 用尽量小一点的花盆 你试一下 再养什么花 你再试试 再试试 你说你买的这个紫沙盆 一点都不便宜 这种少说你要市面上都得二三十块钱 花盆也没多贵 你小一点的 给你这么大小的那几块钱 你加点土就几块钱 一共十块钱不到 你再养养花试试 你也可以看看我往期的那些个 寄养啊 这些个那些个 这个就是积水闷根啊 你要解决怎么办 那建议花友翻翻我之前的那些寄养视频 看看那些操作方法吧 像周本说老花衣这种黄叶叶变不精神 怎么回事 这个该换盆了花友啊 这是缺水缺肥了 该换盆了 你不信你拔起来看看吧 根系都长满了 所以说现在这个天气很容易缺水缺肥 换个比这还得大点的花盆 加点银银土用点肥料 你看吧长得老挖晒了 如果还有点蔫的话 剪 剪短一些 你比方说它有点像那种包大头一样 你可以给它理的稍微短一些 明白了吗 像周本说我自己把土培改成水培的 该修剪了 长得确实挺好 该修剪了 发财处每年5月份的时候剪一剪 该给点肥料 长得是挺好 就太长了它就承载不住了 比方说我1米7 我长个头发2米7 我的天哪我一天不干别的了 走路我得撩着那个头发走 一个道理 得剪了可以用点适当的营养液 别的没啥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请让我听到视频上留言 我是老花1 点花最长1 白的头发